各位同學好,今天是2020年4月28日 明天2020年4月29日,就是我們今年的DSE Paper3的日子 相信各位同學都會知道,今年2020年到DSE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剪掉了Paper4的Move Speaking 所以如果你是2020年的考生的話 就會預期到你的Paper3將會有重要性,比起過去的DSE或未來的DSE會顯得更為重要 那今天呢,我也想這機會跟各位2020年或者是打喉的考生,去到分享一些Paper3的技巧 那我們今天講的部分有幾樣東西 第一個重點就是我發現我過去的影片比較少講的 就是我們講Part A的一些技巧 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準備DSE,一定會買Paper3 那今天我們展示的純粹是為講解用途的 那如果你是2021或者2022的同學,就自己去買相關的Paper3的技巧 那首先呢,就是我們Part A來講,就會有四個Task 那麼多年來都是四個的 那麼多年來都是Task 1 和Task 2 會比較容易的 那麼Task 3 和Task 4 呢,對比之下就會有些挑戰性 而近年的趨勢,即是說是2015年打喉呢 其實都看到若是Task 3 和Task 4 的難度都有所提升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今天,即是準備明天2020的DSE,Paper3 又或者你是打喉的年份的同學的話呢 你都可以注意這一點的 就是你準備的時候,要按自己能力 例如你是A-MAT Level 4 以上的 即是希望有五星,或者是五星升的話呢 那我建議同學就操作多一點,就是2015打喉的Task 3,Task 4 這樣的 那如果你說想A-MAT 一個,例如坐二望三,或者坐三望四的 可能我們先做了2012,13,14的年份 那也是今天我們這個快要考試 2020的Paper3考試前夕呢 都可以大家做這個心態準備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Task 1 會比較 straightforward 一點的 即是Answering 是比較短一點的 那跟著也都看到呢 就是我們後面呢,有些modelable choice 即是有些Question I 是一個選擇,其中一個option 那至於Task 2 你會看到開始呢 就會有一些寫東西的部分 那寫東西的時候,當然我希望大家就要記得呢 就是grammar 的重要性 包括了就是,例如好像你看到這裡有一個N 那就是你要對回一個平衡,OK? 就是beginner,OK? 那就是apprentize 還有呢,第三個呢 其實就要做一個平衡的字 應該是一個名詞這樣的 那如果對於剛才這一點,大家都沒有什麼疑問的話呢 那我就想你們去嘗試去看一下之後呢 就例如可能是第27條這些 可能有些同學就會沒有留意到這個Proposition from 那後面呢,可能如果是動詞的話呢 就要記得要加ing OK? 那這樣就一些小小好 就是叫做Task 1,Task 2 就是希望大家一些grammar方面 導致的扣分會少了 那至於Task 3和Task 4 剛才說的呢 都會相對來說是會難度高一點 那如果我們是對比的話呢 可能是有一點點像我們以前A-level的 Use of English Use of English Section A 那就例如可能它會有一條長的環線 甚至是兩條長的環線的題目 OK? 那在這些case的話呢 那你盡量呢 就是捕捉第一個answer 是更加大機會去拿到分的 OK? 那在捕捉answer這個技巧 那大家可以用不同的年份去做練習 那你留意一下marking scheme 通常的答案呢 都一定會包含了它第一次提 例如可能這個講好處的 它第一次提到好處的那個版本 之後它會有一些解釋 延伸舉例 那些其實呢 相對來說呢 就不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OK? 好 那如果大家對於剛才我們講的一些 一些Part A 去到Task 3的技巧都 有些掌握的話呢 那大家也可以就 用不同的年份去熟習 考試的節奏 就是剛才的first answer 這個節奏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不同的grammar issues 大家都可以用不同的 past papers去做一個準備 OK? 那也都我自己過往的經驗呢 就看到同學呢 是Part A 其中一個struggle呢 其實可能會在spelling 那裡 那也都有機會 可能你會覺得 今天 如果準備2020 DSE的同學 可能一日時間 可以怎樣準備spelling呢 那其實我建議大家 大家可以留意多一點 就是我們叫做family 就是有關spelling方面 word family的issue OK? 例如可能是 我們怎樣轉adjective 怎樣轉nang 怎樣轉verb 那我們很難一段片講那麼多 但是呢 你可以試一下呢 就是今天你去溫習一些 山字的時候 去看一看不同的part of speech 他們去怎樣轉換的 OK? 那就是這個part A的少許技巧分享 那我們如果去到part B的話呢 那就 那就 講一講一個 H 很多人會問的 就是B1 or B2的問題 那其實呢 我們說了B1 or B2 呢 那個要點就是 如果過去經驗來看 就是up to 2019 年的經驗來看 其實它的conversion rate 就是做B1那個 就是所謂俗稱打折 其實都會比較厲害 就是你看到呢 Paper 3 在 2019 年為例呢 如果我當你在53分裡面 拿著可能是一本分數的話呢 其實就相等於你B2 是一個單位數字分數 OK? 所以就 都不只是坊間所謂的四折 就是如果一個分數不是去到七成八成的話呢 就是如果B1是七成八成 才有機會可能是挨緊四折 這樣 所以就如果大家仍然有一個疑惑 就是呢 做B1和B2好 那其實我建議呢 就是 你最少 如果你沒有做過 最少在 考試前 例如是2020年的同學 今天 就做一次B1和B2的對比 OK? 那當然啦 如果你本身你都有 Around Level 3 的底子的話呢 你知道剛才那個打折的比率是這麼高呢 其實我強烈建議大家 在那種情況下 是做B2的 可以嗎? OK? 那當然如果你說你是 左三網四的 那更加不用說了 因為過往的經驗就是 除非你 Part A 競高分 如果不是呢 你藉著做B1 去到Level 4 的機會會用 即是在奉持 Part A 競高分的話 哪有可能是 就是有需要去選擇做B1 對不對? 就是我們從一個 conversion table 打折的情況 看到這個 OK? 那當然啦 我現在都希望在這個位置 和大家分享少少少 就是這個 B2的Data File 去看和寫的時候的技巧 OK? 那有一些可能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聽過呢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聽過 都要和你們說回 例如可能是 你打開QA的時候 那你留意一下 這個instruction 如果寫了the notes I mean your notes 這個字眼 或者好像這裡 它就寫了 B2Data File 但沒有寫了the notes 這樣的字眼 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 Task 8 就是要用10的部分 Task 9 就是不需要用10的部分 OK? 這個就可以 大家注意一下 Task 10 就是需要用的 OK? 所以一開始 就是 即是 檢查卷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看到這項資訊 OK? 另外 如果我們說 Data File 的閱讀 當然 如果遇到situation 注意身份 角色設定 與經意識以外 其實也可以透過 剛才說 去分辨 假如你做B2 哪兩個Task 是要用 Listening 那些 notes 你可以看 哪一個heading 是對應 剛才所說的 Task 這樣 OK? 其實這個不難做 例如我們可以看 這一個字 叫做Bright House Cinema 我們這裡已經看到 Bright House Cinema 所以我們在沒有做任何 Listening 的情況下 正是憑著 這個字 這個標題 和這個標題 其實已經 知道 哪一個heading 是Task 8 當然 每年的Data File 第四頁 Data File 第四頁 其實都是 我們的 instruction 就是有三個 Task 8 9 10 這就是會 provide了一個 Structure 但有時候 它沒有給你的話 大家都可以注意 在裏面會有 一些提示 我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 看 Task 8 它就告訴你 persuade the community not to choose the value 就叫你 說服 那個委員會 不去選擇 這個場地 那它沒有告訴你 如何去到 structure 去分斷 所以你們就要看 You can start by having a look at the minutes from the committee meeting 和 visit notes as well as the notes you take from the video conference 所以其實 Number 1 第一個就是 minutes 會議記錄 Number 2 side visit notes Number 3 就是 video conference 其實這三樣資訊 就會給你一個分段的方法 當然你在未聽之前 你就應該只有 頭一兩行去幫你 就是side visit 和minutes 這兩樣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藉著去看 就是這個 side visit 這個 OK 還有呢 就是 這個 menutes 這裡 去拿到一個分段方法 OK 這個技巧 我也發現很多 可能本身的底子 是有Level 4 Level 5 的同學 都未必會為二 OK 大家都可以趁著 2020年的考生 趁著今天 去做一些這樣的 溫習 除了2019之外 那麼多年的 past paper 都可以用到這個技巧 OK 我給你提示 除了2013年的task 10之外 其實全部的年份 一是 它就在第四頁 給你足夠的結構 一是 它就會指你去看某個資料 你找到的結構 OK 你可以怎樣驗證 很簡單 打開marking scheme 看看你找到的結構 和marking scheme 的結構相不相似 OK 你可以看到它們神奇地非常相似 OK 另外 另外 就是要提醒大家 Data file寫了的技巧 就一定要跟回語經意識 例如今年 Task 8 是一個report Task 10 是一個program 兩個都是給一些資料 但是 你記得 從Task 8 來講 就跟Task 9 不同 因為Task 8 是一個report 會比較認真 也會比較資訊性 至於Task 9 的program 其實你期待有 多些的 我們叫做 Promotion的元素 OK 所以希望大家 在我們整合資料的時候 會特別注意 Formality 例如可能 我們看到 這些forum 如果有資料 適合的話 我們都需要看 forum 會比較口語 就是 Task 8 和Task 9 其實都要做少少的調整 OK 因為我們forum 不要嚴肅 另外 如果我們今年來計 其實我們就見到 Task 10 是出了speech Task 9 我們就出了program Task 8 就出了report 其實report 和speech 相信大家都能夠一眼 就知道 這些格式是怎樣寫 OK 但至於Task 9 如果你不太肯定 他們是怎樣寫的話 我亦都在這裡 給大家一些提示 提示就是 我們 只有四種formance 我們會在DSE 出現的 除了是speech 除了是report 第三種 當然是email 或者letter 近年就email 居多 而最後一種 就是我們叫articles OK 一些的 純粹是 普通的article 就是一個有標題 有分短的文章 OK 大家可能會問 programs 都會有哪一種 那就約了 它等於一個article 但 make sure 我們去處理 這些article 的時候 一定要處理好 語經意識 寫給誰看 以至就是 我們去怎樣調整 我們那些語氣 還有最後 就是怎樣去加一些 適當的訊息 可能是呼籲 或者是宣傳 到我們的開頭結尾 他們就會有一些不同 OK 好 如果大家對於剛才說的 都明白的話 希望大家都可以 明天考試順利 或者2021、2022的同學 都考試會順利 OK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我們這段片下面留言 我都會在今天內 因為你明天就考它 就去回答大家 祝大家考試順利